經過到統計過敏性批評 發生孩子是站在最大廚 如果說沒辦法來改善 當年做M-BAN病 生到下骨的機會就最大 過敏性鼻炎 常見會有三個主要的症狀 第一個就是打噴嚏 第二個就是有大量的鼻水 第三個就是鼻塞 這三個症狀是非常的困擾民眾的 門診來就診的人還是以小朋友居多 從幼稚園到國中生都有 其實獲中心中醫部的醫生理醫生 標示說醫化在過敏性批評的官員 有這麼多 剛才是醫團拿一支花 還有生活當中的環境有一點點 它會遺傳 它會遺傳 對對對 我們有發現到就是說 父母親雙方只要有一方 他有過敏性的鼻炎 那小朋友他就有很大機會 會有過敏性鼻炎的計程 那如果是父母親雙方都有的話 那小朋友幾乎篤定就一定有過敏性鼻炎的問題 改善過敏性鼻炎 中醫剛才是傳統的吃藥 針灼企劃也能藉由藤藥物化的思路來改善這個競爭 不過當然也表示說 過敏性鼻炎發作比較是最重要的 那其實過敏性鼻炎 大部分都是說在對於溫度變化 沒有辦法 鼻子黏膜 沒有辦法去調整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說 在你腎狀明顯的時候 你要盡量減少這個冷風冷氣 直接接觸到口鼻 這次在完異地做單身 這部到天來聽說 星期晚上7點半在南天電視台第四邊 來報出 這禮拜的這部 既比亞中心中醫保理 餘生中醫輸重 分辨到中醫 在過敏性鼻炎的治療和應用 歡迎鄉親按時收看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